台北最潮风格 很多令人兴奋的活动聚焦于时尚的一场多合一活动 如果你认为所有的伟大时尚都来自于巴黎纽约城市或米兰 再想想吧 在最近几年 亚洲时尚已经证明说它是一个布朗小区的力量 在亚洲时尚业里台北京发展出最近强大的影响力 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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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它的 如今也 这城市如今也以它的时尚相关产业以及设计学院出名 如同他以他的 在纺织科技的成就出名一样 本周台北政主办 台北政主办称台北最潮风格的一场四天活动 展示台湾的 展示台湾的 时尚业的 一个国际贸易博览会 任务是 任务是介绍新新亚洲设计师 新亚洲设计师以及推广台湾的纺织业给来自西加哥国的 相同产业的其他人 高达 高达2万名反客以及200名 200名转生被预期出席 博览会正在被主办 松山文创园区的仓库 今天活动只开放给专业人是限定 但是在11月、10日以及11月所有的访客都是受欢迎的 尤其是对于时尚有锐情的那些人 目标是给所有出席的人 可以得到更深刻了解亚洲时尚的世界 很多活动被排定在四天的贸易展期间 包含时尚秀、议讨会、记者会、商业会、时装秀等等 设计师们将有会见国际时尚代表 以及买家的一个机会 早上将收益于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 以便推广他们的 对,再来 展览商 展览商将受益于大规模的媒体报导 媒体新闻报导 来自台湾以外的 来自台湾以外的 出席的那些人 将有探索第一手台湾的纺织 以及服饰市场的一个很棒的机会 来自全东亚的时尚设计师们 将经历看到他们的创作 被模型化在伸展台上的集中 在时装秀、时尚秀、时尚秀、 会议以及研讨会的空档 游客们可以游览 游览双山文创园区 文创园区这个城市的 最大艺术复合之区之一的腹地 长子起源于1937年 当时他 当时他由 当时他由 一家日本公司 建构 但是在 2011年 但是他在 2011年 在2011年被给予一个 被给予一个全西医样貌 嗯 呃 为在 为于 做 为于哪里 为 为于 一个重新翻搜过的烟草工厂 的一个园区 嗯 主导 主导五个 嗯 仓库 主导五个仓库 一座 一座设计博物馆 以及 实验室 嗯 实验室 餐厅 Gallery Gallery 艺朗 艺朗 展览馆 展览馆 餐厅 书局 花园 以及 池塘 嗯 自从2011年 松山文创园区 松山文创园区 松山文创园区一直是一个 一个 一个据点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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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艺术艺术家 以及 对于 艺术家以及 创作家的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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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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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 台北最朝风格的 一个完美的地点 好 哦 谢谢大家